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周三称 将把微博实名制注册扩大到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天津等试点城市之外的地区 分析人士认为 这是中共自去年底试点以来对互联网控制的再次升级 截至去年底 中国网民已达到5.13亿 微博用户则超过3亿 成为世界上网民规模第一的国家 微博传播快、影响大 网友们通过它揭露腐败、官员丑闻、突发事件和天灾人祸等 并真实表达自己对社会现状和当局的不满 这一切让中共担心会丧失对信息和意见的控制 从而威胁到其权利 尽管中共加大对互联网的控制 但网友们仍能找到办法突破屏障